最近有算命老師說你不要叫欠欠 會缺錢齁 老師你怎麼知道 通常都是這樣 你要欠欠人錢 我有想想的我也是可以用這個機 陳文欠人欠草石頭下面一個東西南北的溪 我想說還是會缺人錢 我們就相反 每次看到我叫欠欠錢 你如果看到我就會大賤 好 一二三 你怎麼不叫欠欠 好 我們這一次也是參加五條港的一些 一些就是透過音樂的一個比賽 我首先要先跟這一首歌是我們改編的 我們的一首就是五條港的一個歌 我沒有把歌詞寫得很 就是對五條港種種的都點點滴滴 沒有寫得很細 那我最主要是想要就是 把比較著名的一些地點文化 就是又透過一首歌 大家聽過就會知道說 我們這裡五條港 就是五條港這裡有水仙宮 有新龍家 然後有遊翁廟 所以我就把這一些比較著名的景點寫下去 等一會你們可以就是看一下自己 我裡面的一些地點你們有沒有去過 好 那首先呢先給你給大家 就是這一首 呼聲五條港 來 六個朋友 很開心可以在這裡唱歌 大家聽聽 好幾답 家人 有第一句照片 大hh 霖 É crouch 小痾 大師 高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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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 Let it go, in the wind, in the wind Let it go, in the wind, in the wind Let it go, let it stay there 我做完就不贅 來去五條街 delta motst! MDLF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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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莫逆血水找一定的 莫防備 舞者五條山 莫防備 脈屁會 gonna work landing on tv 劉 Paul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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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